我们有没有发觉圣灵在里面真的居住呢? 他就会令到我们自己觉得不舒服 和自己责备自己 会不会里面有一种很不同的 跟微信主耶稣之前是很不同的分别 就是犯了罪觉得很不舒服 他会在里面一直提自己 提到自己要改为自己的 大家有没有这种的经历? 我不是叫大家详细说是什么经历 我只是问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 就是你答有,我有,真的有不同的经历 有啊,有啊 是的,OK 那就是说呢 就是原来神就是住在我们心中 当我们问一个人 你犯罪觉得有没有觉得继续不舒服的? 好像走不掉那样的 这样呢,就证明这个人呢 是真的有圣灵的内住 那大家也都有没有见过一些人 当我们,譬如一些 比如说信尼耶稣 我们跟他说到关于有没有罪 他就会跟我们说了 啊,我啊,真的没有什么罪 我真的对人很好啊 我一样都很好啊 我哪有罪啊? 就是这样 啊,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些人 就是说,到底他有没有知罪的心呢? 就是我们心中会有一些 怀疑啊 就是他到底是有多明白 圣经的真理 因为他只是整天都是好像 证明给人听 我没有罪啊,我没有罪啊 啊,那我自己我真的觉得 这种人呢,是会 就是,我是会觉得他 起码就是他的灵命不太强 就是他不太察觉自己的罪 那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他可能是不得救的 就是有些情况 那有些情况可能他就是很软弱 那有时都有 就是有不同的 弟兄姊妹都跟我们说啊 有个人怎样对他很差啊 但是那个人又好像始终都 都继续是这样,又没有改到 那有时呢 那么,比如说 A军说B军 A军呢,就是跟我们说啊 就说B军呢,对他不好 但是呢,B军常常都不改 那这个情况有时可能是A军有事 都未定的啊 他可能有些地方他不知道自己错 那或者 他引致B军对他不好 那但是呢,如果B军是真的 不懂得对人好 是会伤害人的啊,那 但是他总是持续去做 而他没有悔意呢 有时呢,就是我们会觉得 他那个灵命是不是有些问题呢 有没有些软弱呢 也都有可能是这样的 有些人觉得那些已经不是罪 因为他的心中呢 给了自己的藉口 我说一些藉口,比如说 就算在教会也会有这个情况的 他会觉得 那些人不爱主 我当然是要罵他 我当然是要令到他 就是他以为我罵他 他就会悔他了 所以我就会罵他 和我会说些说话 他是真的这样的,所以我就说他 你真的没用 你真的蠢啊,你真的不对 你真的做得不好啊 就是他直接不觉得是罪 他给了自己的藉口 他就是说,我要管好这些人 我一定要用一些强硬的方法 他不知道这些是罪 或者,为什么有些人 他会在教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比如我认识有一个 有一个人呢 我是认识 就是我认识那个女孩先的 如果女孩知道一个男孩呢 他的男朋友呢,是和几个女孩 在教会里面有性关系的 那现在在追求他 那我就在想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呢 而这个女孩在接纳他呢 他有没有觉得这个人的罪 好像他不知道罪呢 我不是去判断这个人是否得救 不过我只是说 有些情况有些人 似乎犯了罪 觉得不重要 这个是一个危险来的 那我们来说呢 我们也不是去定他罪 不过我们就会去想一下 神秘案是什么方法 什么智慧去帮他知罪 这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就是去引导人 给他帮助他知罪 但不是代表用很强硬的方法 而是用一个方法呢 是让他知道他有罪 所以他需要悔改 需要真心悔改 如果他不知罪的时候 是可以有严重的后果的 那用的方法 可能我们有时候会这样说的 比如说 你有没有想过 最好用的是我们 我们犯的罪 神会不会看到呢 神会觉得如何呢 那我们知道我们有罪 我们又会怎样回应呢 就是用这些方法 但是有时候有些人 我们 很难去 就是去跟他说这些事 因为为什么呢 他的心很硬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为他祈祷 求神帮助他有一个悔改的心 那我就是希望 我们今晚所说的 就是先所说的 给大家一个知觉性 原来有些人是 会知罪 但是有些人真的 他不觉得那些是罪 他有一种 他良心 肝硬了 在某一方面肝硬了 他不觉得 他做某些事是错的 为什么有些人 会偷救他的钱呢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因为他会给自己的借口 他说呢 我真的没有钱 我要做事奉 我一定要 就是 什么手段都要得到这些钱 他给自己一个藉口 就 去否定圣灵的感动 那这种人是有危险性的 他是可以失去救恩的 就是这个人呢 他不再为了他的罪 自己责备自己 是有这个危险性的 OK 还有没有人有问题呢 关于这方面 叶牧师 有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没有信主的人 他突然说他想回教会 因为觉得自己有罪 那这个是什么状态 正常性 应该是没有住进去 但是他已经有这个知罪的感觉 有时候我想说 因为有时候人定义一个人得救 就一定要他 他有一个信主的祈祷 他就以为一定要有一个信主的祈祷 这个人才是得救的 这个想法呢 其实是不正确的 有时候人听到神的道 有时候可以是有不同的来源 他听到少少 他听到之后他自己觉得有罪 他想耶稣射灭 他可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信念 他相信耶稣会射灭他 他很想得救 他觉得耶稣是神 他想耶稣救他 他已经是得救的 但是我们当然 我们有时候判断不了 那就是有时候有些人 他首先知罪这件事 是世人全部人都有的 知罪 但是信靠耶稣 是有时候人听到 有些间接的说话 他已经会知罪了 那他已经是 就是他 他已经想耶稣射灭他 就是他可能已经是得救 神已经改变他 不过他是很脆弱的 那就是 而知罪呢 圣经是在罗马书里有说到的 就 那里说到什么呢 就是说 我现在查一查经文 在罗马书 罗马书二章十五节 由第十四节 第十二节开始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 也必不按律法灭亡 这个中文圣经文是错了的 是完全错了的 没有律法犯罪的 也必不按律法灭亡 那个经文 他解 那个经文的翻译好像说 他就不会灭亡 但是其实原文呢 是必在没有律法之下灭亡 就是 he will perish without the law 我再说一次 就是 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人 就会在没有律法之下灭亡 这个是那个经文的原来的意思 但是中文呢 就将他变成必不按律法灭亡 就变成了 他是 因为经文是说他会perish 他会perish without the law 他会在没有律法之下灭亡 那OK 我跳过这个 就是这个经文 我解释了就是说 没有律法犯了罪的呢 他都会 在没有律法之下去灭亡的 凡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 也都必按律法受审判 他有律法一定会受律法审判 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疑 那是行律法的为疑 会有律法的外邦人 若信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他们需要没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那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信着他的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虽然他没有律法 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然后第15节的重点 或者是显出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心里 刻在是非之心同作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 互相较量化 以为是或以为非 这里就说 显出律法的功用 刻在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未信主的人 未认识神的人 律法已经刻在他心中 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 即是他们的是非之心 他会有这个心同作见证 就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就会分辨那些是对还是错 即是说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他们都是有律法 刻在他们的心中的 神做人的时候 是将律法放在人的心中 所以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 当他犯罪的时候 他都知道他自己犯罪的 但他不知道 就是他 当然他不认识圣经 但他的心里是觉得不舒服的 这个就是 讲到不信的人 其实他都会有知罪的心 所以你所说的就是说 一个不信的人 他都会觉得犯了罪不舒服 这个是全世界的人都有的 那他可能听过耶稣 或者听过有神 于是他就很想 这个神是谁都好 我现在不认识 不过我想这个神赦免我 想祂救我 即是有时候人就会这样 那这样的情况 他未得救的 因为他未认识耶稣 但有时候他听了耶稣 有人提及耶稣 那他的心里面就觉得 耶稣是救到他的 那他的心里面就是 就是想耶稣赦免他 他这样的心已经是 得救的 即是他已经有 这个得救的表现 已经改变了 我是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有的,谢谢 好的 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关于我们刚才说过 这几处经文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是不认识神的名 耶稣这个名字 就没有办法得救了 是不是这样 没有认识耶稣的 耶稣的救恩 应该说没有透过耶稣的救恩 是不能够得救的 嗯 但是 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 如果有个人 他不认识耶稣 他向这个 創造天地的神去祷告 他说 神啊我 我有罪 我求你赦免我 求你救我 那这个人是否可以得救呢 就是一个人 他没有听过耶稣的 他就是知道自己有罪 他就向 創造天地的神 他就从天上的神说 如果我得罪你 求你赦免我 那这个情况呢 我不肯定他 是不是得救 或者是不得救 我是觉得他有可能得救 因为耶稣 是成就个救恩的方法 就是耶稣为我们死 是成就救恩的方法 他成就这个救恩 当人向神认罪的时候 求神赦免他 是不是 因为有这个救恩 他想神赦免他 神就因为耶稣 已经为他死了 所以可以赦免他 是不是可以这样呢 我不肯定 或者是可以 就是有些人 他不认识耶稣的 但是他就跟这个神说 神啊你赦免我 你救我 可能呢 是有这个机会 那我这个 是没有 我想说 他不一定违反圣经的 因为主要就是 是耶稣带来救恩 天下 在天上地下 神会有次下别的命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是只有靠着耶稣得救 是只有靠着耶稣得救 这个问题就是有些人 他没有听过耶稣 他就求神去赦免他 他可不可以 就是耶稣 因为耶稣已经赦了罪了 所以神就可以 他的罪已经付了代价 所以他向神悔改 神可以赦免他呢 这样 那这一点呢 我就不是很肯定的 就是有没有可能有人是 可以这样而得救 那 这个在我心中是有一个问题 那当然我们来说 可以一定告诉他 耶稣的救恩 已经成就了 这个神是可以赦免我们的罪 那 但有些人 他从来没有听到耶稣 他会不会 他就是向这个神 去祷告 向天上的神祷告 神啊 你救我 你救我 赦免我 那可不可能呢 那我不知道 但是那个救恩 一定是透过耶稣的 是因为耶稣 所以他才可以得救 但是他都不知道耶稣 他只是知道有神 他的心里面相信有神 他就想这个神救他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可不可以得救呢 那这个是我不肯定的 就是有这个可能性 但这个我们就不能作为一个教义去教导 因为圣经是没有清楚说 我只是说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有些人他没有信 听过耶稣的 那 就是 他就是呼求神 去救他 那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我不知道 因为圣经是没有清楚说到这个情况 但是他的救恩一定是透过耶稣的 好 好 那我们现在祈祷结束这段时间 我可以说 听到天父 我们多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因为神你是 是神祝福我们的 你会祈祷祝福我们的 你是联敏我们的 我多谢主耶稣为我们 我们所犯的罪而伤心 因为我们得罪了全能的神 我们心里面就伤心 求主耶稣 卸灭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真心悔悔 也都求主帮助我们 回应圣灵的感动 叫我们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 责备自己 自己会责备自己 就是当我们重生之后 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个新的生命 有一个新的声音 去自己责备自己 承认我们的罪 求主施恩祝福 怜悯我们 更新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的生命 将永生赐给我们 帮助我们全心跟从你 全心信靠耶稣做救主 肯定我们得救 当我们真心悔改 有一个悔改的心 我们犯罪会自己责备自己的 也都想耶稣赦免的 我们为罪忧伤的 会信靠耶稣的救恩的 这个人肯定有圣灵的工作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有圣灵的内住 更新我们的生命 叫我们清楚得救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耶稣 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我都讲一讲 我才讲那一点 因为是有不同的人 这是作为一个参考 首先我所讲的是一个参考 并不可以作为一个教议 有些人 他是異教徒 他就不认识神 然后他就呼求神 神你是谁 然后耶稣向他显现 就是说有些情况 也有些人去地狱的途中 然后他就呼求神 有些人呼求耶稣 这个就是听过耶稣 有些人是呼求神 他们都 神都给回机会 回上来 再一次活着 可以有机会去信耶稣 那会不会神都会回应一些人 他们有这个悔改的心 他想这个神射灭他的时候 神都会回应他们 那我就不肯定 就是我不想绝对 就是说这件事不可能 也都神可以在某些情况 有些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 神可以去感动他 叫他有悔改的心 那这个人有悔改的心 去求神射灭的时候 会不会神都会射灭他呢 那这个我就不肯定 就是但是呢 就是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性呢 我也不肯定 不过我说出就是说 或者有这个可能性 那这个我们不可以作为教义 就是因为先有人问个问题 就是说呢 啊 是不是单来透过耶稣 那我会说 所有救恩都是透过耶稣的 凡是去到天堂的 都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的 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死 我们都不可以得救 但是那个问题 就是有些人他 没有听过耶稣 他呼求神 他赠面他 他可不可以得救呢 这件事是我 就是不肯定的 那或者神就会带领他去教会 找基 找 去呼求耶稣 就是 会不会神会怎样带领他呢 那 就不是借着人的传呼 是这个人就是 圣灵感动他 他就会呼求神呢 那或者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我是不肯定的 OK 好 那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 祝福大家 好了 拜拜 拜拜牧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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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